小米聊天完,大家聊天 终于看了九龙城寨 看片段都很精彩 这部电影都大收 看片段都很精彩 这部电影都大收 香港八九千万都没问题 大陆就收到六亿五 相当好成绩 香港片收两亿三亿 金手指也收四亿多 收六亿五 这部电影 基本上虽然很多人 老蕭和郑宝瑞 但没人发现他 郑宝瑞 郑宝瑞 一至都还去看九龙城寨 违城 很多人看 那天我去看很多 叔叔伯伯 出奇 之前有很多朋友去看 又要我去看 但是 搞到很迟都没看 那我也觉得 大哥搞到他没看 都对我来说很少发生 终于 看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就有很多 破格东西 第一 我们久违了的功夫片 这部电影 你不能说不是功夫片 那么 相当之 差不多 个个都会打 那样的 你想得出的人 都会打 没有哪个女儿 没有打 不是 没有哪个不懂武功 那样的 就是 那些女主角 那些不是女配角 就没有打 那其他个个都打 那当然这部电影 很多人都赞了 林峰 那相当之好 那些人说是 謝霆锋做 我想謝霆锋也未必 又是林峰 就是林峰 那次真的有些脱胎玩怪的 那种感觉 因为林峰不是说好不好 一向林峰 我说了很多次 我不是太过 我不是太过不喜欢她的 我觉得好几位四平八成 他这次真是约翼做这个 陈乐军 他做得相当好 相当好 就是和这部电影的精彩 我想挺特别的 就是 这部电影是用四条 包括林峰 都不是搭配器的电影演员 是不是 各方面的人都会觉得 哇 今次找几个年轻 老实说 我也很坦白 这个 那些演员 有哪个厉害啊 大哥 如果真心说 是不是 顾天乐而已 是不是 顾天乐 你觉得还有哪个厉害啊 林峰 林峰 你多数都是不可以的啦 是不是 那刘俊謙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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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么名呢 那个另外一个叫做 安子杰 我很喜欢安子杰和他 两个 零零四四 我觉得他两个很有 就是五韵龙和安子杰 可惜安子杰 没有 就是叫做 没有戏 没有什么 做真的戏都不 不多发挥 是不是 安子杰和他 我这个型 五韵龙和他的型 我相当喜欢 但是呢 可惜 就是 当然我不知道五韵龙 我想起码可以 凭这部戏都能接到三部戏的 一讲打 做坏人 这部戏 其实这部戏集中都是五韵龙 和四个小孩 不是四个小孩 四个你猜不到的 会可以担正气的人 其实 古天乐 无论古天乐 大哥 都是相对 或者很偶然 为什么会 郭富城 都来客串 大家可能 我感觉 他们一致都觉得 这个剧盘 这个剧盘是相当扎实的 所以呢 是的 城城都肯来客串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这个 各方面 友好 就 所以觉得 整体 人们会觉得 挺好 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 好像我 我感觉 我们觉得 整体 挺好 感觉 不差 第一个感觉不差 当然 九龙城寨 我想这一代 没有六十岁的人都不记得 九龙城寨 但就算你六十岁的人都不敢进去 是吧 就是我们经常 九龙城寨也是一个神秘感 我小时候 经过很多次 都不敢去 是吧 有一次去妙街 和我哥 人家惹我们去看真人表演 上历史我们就不敢去 就是 京都 东邮村那时京都 不敢进去 不敢进去 九龙城寨 只是以前我妈说去看牙医 因为很便宜 我妈常常帮那些毛排牙医 她说便宜很多 今天就去九龙城寨 最后我妈没有剝牙医 我又没有听她说 我想最另外一个特别 就是 久违了那种友情 很多人都写友情 不是写得那么 写得那么到位 我常常觉得那些友情 比起男与男之间的友情 我常常觉得不是很到位 但是这部电影拍得相当之精彩 好看的 这个是真心的 我觉得拍得很好 很令我感动的 尤其是对陈乐均的人描写 是 如果打片来说 算是详细的了 是啊 我真心说如果这个是纯用打片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相当之 令人眼前一亮的 所以现在这部电影做了一个月 都仍然这么多人看 我想七八千万 我想都没有走鸡了吧 真是七八千万 所以你会见到这部电影 第一 就凡这些打片 第一个感情线 就是那些兄弟感情线 就是由古天乐 这个龙卷峰 对那些年轻 原来为什么会收留这个 收留这个年轻 原来是他的故人 郭富城 那些儿子 这些描写 没有大压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这个团队 都是 因为我见到編曲 相对于打片来说 是确实的 确实的 确实的 也还叫做有智有理 我真的想不到 我出去很多人都说 这部电影 你有心理预备 由第一分钟打到第二 九十分钟 一百二十六分钟 两小时 打了一百二十分钟 那当然 但是你看到图中那些哲理的东西 又想象中好看 尤其是 古仔出奇的角色也是相当好 龙卷峰 虽然受验死也很舒服 基本上是无瑕疵的 另外 林峰 也刚才说了 我想这个角色 真的很适合他做 想不到 如果用谢霆峰 我觉得反而 两个都打了 但是 我觉得可能 林峰更确实 想不到 当然爆了 劉俊轩是红硬的 这么英俊 红硬的 都不用质疑的 红硬的 看现在有什么戏 但是最近那套《幻爱》 因为导演问题 卖了《飞冬》那一体 所以 我觉得 相当 近年 当然这个年轻人都三十多岁了 都要把握机会 趁这段时间 尽做 相当好 另外两个年轻人 张文杰 应该 如果这些性格 演员有很多电影 如果打电影 一定有很多电影 胡子涂 我想 廣泛很多 笑片 都会有他的 相当好 这个你也是 感觉是 这部电影 我最感动的 就是 很多你猜不到的人 不是香港主流演员 做这部电影的主要角色 而能够产生一个 你想不到的火花 大哥不是出了很多镜头 五韵龙做这个 神仙佬 但是做得非常好 当然这个造型帮了他 可能帮他造型那位 走了 我想 这个造型帮他做 就是事半功倍 浮夸 夸张 而且这部电影 是很难的 怎么说呢 是有点突压的 为什么呢 五韵龙是练那些 硬气功的 金钟罩 刀槍不入 其实怎么能够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突然有一种武功的 概念 就是 喂 啊 啊 啊 那些 喂 其实是困难的 困难的 真的 真的有困难 有个底部 真的不容易搞的 我不是困难 就是有些 挺麻烦的 是不是 你突然说 想着拳头交而已 你硬正 好抽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 但是竟然有招式 有个神打 就是陆任神功 也有说 都说到刀槍不入 这个人那样 是吧 但是 就是 就是我又觉得 我不知道 当然我没有看过一本书 我又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司徒劍桥》那本漫画 是吧 但是 你会出来的感觉 当然是舒服的 就算他 这件事其实挺突压的 就是说他懂得硬气功 就是懂得金钟罩 你这些东西 其实 打拳头交突然间 在九龙城寨 就是你觉得这样 天下无敌 你又那次夸张一点 就是那次找到罩门 就是很有这个 当年龙虎门的那个感觉 但是呢 因为这部电影都 虽然拍 我想 就是这两小时 是相当之紧促 所以你又这些小小瑕疵 我不是说瑕疵 但是我都觉得 就是不需要他说得这么厉害 但是大拉斯 就是 都要想想想 怎么破它 怎么破它 那终于破了 不是 就是唯一一下我不太喜欢 就是什么 就是唯一那一下我不太喜欢 就是唯一那一下 就是你明明打 讲功夫好丑 你出什么机关枪 而且出枪 我又觉得不是这样 最初是拳头交 那拳头交突然间出枪 那为什么不用枪射 用枪射射 吴运龙呢 虽然他都 是不是用击枪射 他都定得住呢 不肯定的 就是我这些事情 我反而是 唯一这一幕 我就 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 整体 就是那四个人有意 对 对 对古天乐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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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个子妖 来 来 寓意 那幕也是相当好 就是神来之不利 就是有些势力 就是打中 打片有势力很少 这里也有 尤其 那个《兄弟情》 就是很有 天下的《英雄》 本色的feel 就是很多所谓 所谓 那些叫做《兄弟情》 我拍過很多一套 劉青雲 古天樂也好 張家輝那些 沒有那些感覺 真的的 所以兄弟情的感覺是沒有的 但是這套有的 我喜歡看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感覺舒服 加上大家一致 看淡而爆冷的戲 永遠都很精彩 大家看淡就是 一定是對林峰萬七多這麼多意見 劉俊軒大家認識與不認識之間 對於冷門的人來說 他人都知道是英俊 其餘那些什麼張文傑 胡子彤 你不會認識的 你不會對他很有認識的 你不會的 你不會覺得是 五韻龍你都不熟悉的 五韻龍經常被鍾佳欣的兒子移攪 而且裡面還有任賢齊 還有黃德斌 雖然他們是半客串 但也有個造型 也很個人的 是不是 裡面唯一女主角 只有一個女人 就是廖子余 廖子余 廖子余其實都沒有什麼 當然發揮很少 因為這套戲都是屬於這些叫做 陽光片 男性片 所以他很少出現 蔡斯君就出了一幕而已 那個直接嚇串到暈了 不重要 這套戲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 對於這些 講陽光味電影這套戲 是看到大家大快人心 這個年代你沒有什麼所謂的老友 兄弟被人出賣 經常都會有這些 隔了很多年了 雖然很多人都說有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義氣等等 這套戲又發揮 香港很久沒有這些 可能香港的武漢 誰敢拍打片啊 大佬 不是打人 只是恩子丹而已 是吧 但原來發覺 這些人不會武功 當然這個日本的武術指導 相當厲害 這套戲的拳腳功夫好看啊 很棒啊 真的比恩子丹那些好看 恩子丹可能是真功夫 但拍出來的感覺又不是這些 所以我覺得這套戲 比我想像中精彩 不知道大家入了一場看了沒有 如果未就把握了 因為很少電影做整個月 5月1日做到現在6月 我現在出街6月2日了 好難得啊 大佬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就 記得慢慢進場看吧 我老實說 雖然這套戲 現在老蕭說抵制 就採取了三芒果 當然要拼命 這套戲是香港 而且這套戲基本上沒有什麼大陸演員 好像沒有了 任賢齊是台灣的 喬政府是作家來的 這套戲基本上沒有這麼貼貼的 但是是銀刀機器出現 但我們沒得這樣算 這套戲實在是一套 挺貼貼服服的香港片 所以我認為應該入場支持 尤其是這些這麼靈略的電影 竟然爆冷 好看啊 正啊 是不是 是不是 都要給臨風 是不是 無論是臨風也好 張文傑也好 張文傑有機會 最佳男配角的 大哥 五穩龍也是最佳男配角的 這些 下年真是 叫壞虎的 拿不拿都不知道 不知道往外還有什麼電影 但是這些叫虎都 都可以幾肯定 好嗎 不知道大家看好了沒有 看一看 大家跟我分享 好嗎 今集小麥經濟講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跟小麥經濟講解